大家的程度,所以我看了一下大家的那個回復情形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會可以看到大家的一個程度 那我大概就知道我們這一班 發現呢 最佔比最多的 原來是選那個入門的 OK 所以我大概有心裡有底了 OK 所以我也不會說 把進度拉得太快 所以如果你覺得 太快的話 你再跟我講一下吧 因為有時候我會比較忘我 也會越講越快 那別人你不要跟不上 那你就再跟我講 或者是說你們回去 自己再把影片再看一遍 好不好 不然之後我會發現如果唱太慢了 可能會上不完 會講不了太多東西 所以我們為了要顧及那個上課的效率跟上課的品質 所以我們有錄音錄影 OK 而且我還很大方的就直接寄給你 好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我已經算很佛心老師了 好因為其實很多老師是不願意的喔 而且上課還嚴加禁止人家去 錄音錄影 不過我的想法不一樣 我是怕你們學不會 我是非常希望你們每個都上網我的課 在工作上都有非常好的表現 OK 當然這也是這種口碑啊 因為以後人家問你說 你怎麼突然變這麼厲害 對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因為你 上了什麼課對不對 那自然而然 就不用招生了 所以 沒有 當然不用想那麼多啦 我不是想到那邊去 我是希望說 真的每個人都學會的話 那其實 我會覺得台灣的軟實力競爭力就會向上提升 所以其實 不管什麼年齡層 每個人都來學是最好的 OK 但我背後不是有什麼厲害關係 我不是說我要圖你們什麼 所以你們也不用擔心說 我會利用你們做什麼行銷 真的不會 放心好了 OK 所以你們不用想太多啦 我只是說 我會做這些事情純粹出於 我喜歡做這件事情 就這樣而已 OK 但是因為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背後我發現 哇 就像Google會每個月寄錢給我 而且最近呢 還寄一個邀請函還是什麼的 申請書還是什麼的 因為我Google地圖我已經 最高是要10級啦 我已經到第9級了 因為我的 評論啊 Google地圖大家用過吧 有沒有找地方啊 餐廳好不好吃 飯店好不好住 有沒有 你會寫一些評論照一些照片 那我習慣就是 每次去什麼地方 我會照相 然後評論 照相評論 所以我已經照了8000多張的相片 評論不知道多少了 所以我的分數已經破50000多分了 反正分數已經多到不行了 就對了 所以呢 Google呢 總部就寄了什麼邀請還是什麼的 然後呢 時速啊 機票 全 他們會幫忙出 然後去飛到加州 參加他們的一個會議 啊 我覺得 因為之前有 學問我說 你做這要幹嘛 我想 對我做 我喜歡嘛 對不對 沒有什麼原因嘛 可是 突然間 我說啊 對你看 有個好處了 就是 啊 延續的 後面會不會有更多 我不知道 反正你喜歡就好了嘛 你就做嘛 而且Google地圖非常好用喔 像我跑了很多地方 吃喝玩的 品質要好 一定要做功課 真的 你那個飯店要不要去啊 你一定要先做功課 你去了 大概就差不多 八九歷史 所以每次去 家人都 恩 真的 跟著我就對了 OK 感覺 去玩也是一樣 怎麼玩 做什麼交通工具 或者吃什麼飯店 真的你有做功課 跟沒有做功課 就不一樣 OK 所以大家 跟各位講一下 這東西其實 只是一個工具啦 然後 再來大家 最喜歡 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制定函數 後面會講 也是重點 VBA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工作部的自動化 不過跟各位講喔 後面東西是比較難的喔 就是我們會按部就班 先從小範圍 再到大範圍 那你不可能說 我一下跟你講後面的東西 你會聽不懂 那原理原則都一樣 比如說呢 我們eSale 最簡單就從儲存格吧 再到範圍 再到列 跟欄 再到一個工作表 一個嘛 再到多個 外面才是工作部 所以呢如果說你要學習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循序建議 不要一下子 你可能 即便我給你程式 你也看不懂 所以我的教法是 我先逐步逐步加 升加 內容 然後慢慢你會比較能夠接受 OK 然後其他還有什麼 包含 這些 這也是比較後面的 然後 高階函數的應用 這兩個其實我們中 這兩個 比較進階 不過工作上 我發現最多人 最想要解決 就是說 比如說 快速合併多個 工作部 或工作表 對以前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是 要土法煉鋼 一個一個 Ctrl C Ctrl V C C C V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 快速合併 其實你只要學會什麼 第一個 回圈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 把那個東西 摳過去 回圈的話 就是比如說你多個工作表 你就是 跟他講 for I for 就是哪一個範圍 哪一個位置 到哪一個位置 幫我把裡面的東西 全部 複製到 同一個工作表裡面去 他就全部過去了 程式其實不難寫 但邏輯都差不多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慢慢再跟各位講一下 回圈 今天應該會講到 那選客動機為什麼最多是 單純有性 最好 OK 還有工作上有迫切性的 OK 然後想要了解大數據分析 另外 還有同學是 身邊的同事都會 那我覺得也要跟上 蠻多的 之前我問過 同學為什麼來上 因為他說他身邊同事 每個人都有按鈕 什麼按鈕 Excel上面有按鈕 大家一個都沒有 所以 他 而且問同事說你去哪邊上的 他就 跟他 就同事跟他講說 你去報名吳老師的課 他就來了 OK 這是真人真事 這不是吹牛的 好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 影片部分我會 今天會錄影之後會寄給各位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剛剛就是下載範例檔案了 OK 然後並且解壓說 那我們請各位待會第一個 先開啟這個範例檔 就是 在 文字與資料 函數裡面 的 第一個 那我們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呢 解決的方法也蠻多的 你們可以想一想 打開綜合練習裡面 這個地方 會有個手機的欄位 那這個欄位呢 基本上 他蠻單純的 他其實就是 把 電信業者 前面加零九 前面加零九 所以這邊有去數吧 零九 把這個 一一帶過來 再加一個 減的 minus符號 OK 然後呢 84因為他不符 不 但如果說 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的 塗髮鏈剛剛 太挖時間了 所以呢 這邊 主要是要用什麼 用文字與資料函數 有沒有辦法 快速的 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這裡面的話 有個提示啦 就是請你用 END的符號 為什麼END的 因為 在Excel裡面 你要串接嘛 把不同的儲存格的資料 串在一起的話 一定要一個END的符號 這是規定 規則啦 然後呢 這邊有提示 你可以用REPT 加LEN 那REPT是 Repeats的縮寫 Repeats什麼呢 Repeats幾個零 跟 LEN有什麼關係呢 LEN 其實就Lags 就是 長度的意思 長度 那 什麼長度呢 就是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長度 比如說它兩個 那我要補幾個零呢 補一個零 為什麼補一個零 你用3去減嘛 因為3是我要的 所有的那個 有沒有 自串的長度 那我只要減掉它目前 裡面的長度 所以我就算它裡面有幾個 得到2 那就等於1 意思就是幫我Repeats 一個 一個零 在前面 那如果說這個的話 是3個 減掉 這個算出來一個 等於2 那Repeats幾個零 兩個零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完成 這邊的 有沒有 這個結果 所以呢 如果不符土法令綱 我們用 那個函數 這邊有 提示 但是有些同學可能對 那個什麼 REPT加 LEM不熟的話 那有個方法 你可以先到前面 REPT 有沒有 這個 指的就REPT 你可以怎麼練習呢 插入 函數裡面呢 請你找到文字 文字裡面的話 就會有個R開頭的 那 特別注意以後使用函數的話 他有一個使用的訣竅 就是 你按下確定之後 你確定之前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會跟你要 兩個資料 你只要提供他 對的資料 他就會給你對的結果 所以第一個 他問你說 TEST TEST是什麼呢 你要重複什麼 TEST一般是文字 你要重複什麼文字 我要重複的是 這個 C1 你跟他講 我的文字在這裡 你幫我帶過來 他會帶過來之後跟你講說 你是要這個東西嗎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文字一定是前後雙引號 放一個新號 OK 第二的話呢 他會出現 Lumber Times 顧名思義 其實就是幾次 不過我是覺得 Excel 這個函數 最麻煩的地方 前面為什麼不弄一個中文敘述就好了 弄一個什麼 Lumber 還底線 Times 這是哪一國的語言 像英文 但又不完全英文 還加個底線幹嘛 原來這是給工程師看的 我覺得這微軟真的是 很奇怪 從 20年前的版本長這樣 20年後還是長這樣 完全沒改進 你為什麼不能夠友善一點 很奇怪 所以如果你要把函數學會 請你要慢慢揣摩 前面的敘述 如果你前面的敘述看懂 其實你就知道怎麼用了 OK 這是我的心得 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看那個慢慢看習慣了 所以我一看到他就知道 他的意思 因為他感覺是寫給工程師看的 剛好我們以前當過工程師 所以我們很習慣他寫這樣 所以 這個慢慢揣摩一下 Lumber Times幾次 那幾次的話是 每100筆給一顆心 所以呢 我就直接給 這個銷售量 但是 每100 100喔 那他現在是 158 所以你會發現他 重複了158顆心 不對 必須怎麼樣 除以 你應該怎麼樣 在前面加一個什麼呢 INT INT 前刮弧 再加一個後刮弧 把它包起來 這個INT 意思就是 整數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 幫我留下整數的意思 英文名字 英文名字 英文的全稱叫INT 實際上就是 有整數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 加了這個 刮弧之後的話 它的結果變1了 有沒有 沒有 好 那我們就完成之後的話 你按個確定 REPEAT 一顆心出來 那當然我們要向下填滿 不會向下填滿 會不會失敗呢 看一下 失敗了 為什麼失敗呢 其實主要你會看一下 應該 這個C1指的是這個 你向下填滿 它會加1 所以它的位置變等級了 再向下變成 再來就是這邊 這顆心了 有沒有 所以呢 這邊呢 請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向下填滿 如果這個E 它不要自動加1的話 那有個訣竅啦 就是前面加一個 前的符號就可以了 這個前的符號 有點像 我把它數住 固定在 第一列的位置 特別注意喔 那C的前面要不要加呢 其實C的前面 不用加 因為你向右的話 C才會變D 才會變E 所以 向下 只要 鎖住的是列喔 一般的書裡面 它不會特別講啦 反正 你現在加 其實也OK 因為不影響啦 不過我們精確一點來看 是不應該加的 只要加1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打勾 向下填滿 就大功告成 有沒有OK 所以這個功勢 這個大家你可以參考那個 我們的講義裡面喔 其實也有在第 應該是第15頁的地方 OK 所以呢你已經會用REPT的嘛 再來的話就是會用那個 LIN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來看 最後目標就是把 綜合練習這邊的結果給做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